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联书员 等一下 太子殿下 您若没事就不要再跟着婢女了 婢女要回去歇息了 你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啊 您是太子 婢女怎敢跟您置气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会这么做吗 因为你在我心中是特别的 太子殿下 您该看太医了 念书员 你听好 我喜欢你 我想让你做我的太子妃 太子妃 我 先别急着回答我 等你想清楚了再告诉我 就这样 我先走了 我 鬼才做你太子妃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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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是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 小姐 您可回来了 小姐 那蓝公子回信了 书院 别厚月鱼 劲难可好 幸得有备昔日蒙事 还望书院莫要伤心 幸得无福不能与你长相厮守 只因幸得实在太多无奈 无奈生在这官宦之家 无奈你我父辈恩怨 你恨我也好 你怨我也罢 我断不思量 你莫思量我 将你从前于我的心 赋予他人可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时秋风悲化山 纳兰行得上 小姐 纳兰公子这是要和小姐决绝吗 哭出一枝 免爱因生一世 得而复书 小姐 你怎么了 您怎么不说话呀 小姐 远偿情分知 您说话呀 小姐 新年旧日 真假的此事 没事 我只是有点累了 可是小姐你 但待一遍 可是小姐你 恐怕 冒天你收守起我 将心里深出我 凝望 你先出去吧 没遍你 什么切枷锁 小姐 你出去 你出去 我 小姐 你出去 别 小姐 一生起此刻的人一知 心情化生死 眼里剧 和心底把我 杀你跟刺 杀勇致 一切又会到开始的样子 只是爱不能到此为止 杀勇 杀勇 如果才会隐我适应我 等待是否以为着蹉跎 好怕猫天你双手紧握 张心里深处我灵魂识破 即便你沉默是枷锁 也是唯一我无想你衬托 幸福在轮廓是让你再测 我不要再多 一生起此刻的人一知 情心化生死 便离去 我心底把不杀的一根刺 下永远 一切又会到开始的样子 只是爱不能到此为止 这是 中秋赏月 怎么能赏了月饼呢 这慈宁宫的中秋晚宴 好不热闹 小姐 您怎么都不进去呢 明月多情 应孝我 孝我如今 孤辅春心 独自闲行 独自饮 小姐 您又想纳兰公子了 这皇宫里越是热闹 我就越觉得古代 万一他们发现小姐您不在 会不会怪罪下来呀 咱们还是 傻丫头 这偌大的皇宫 又有谁 会在意我一个小小婢女的去留呢 当然是我了 参见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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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何事 走 我们走 去哪儿 去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 中秋佳节 你怎么可以一个人过呢 走 哎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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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太子殿下这是去哪呢呀 哼 哼 哼 一顿好找 太子殿下 要吃了您亲手做的中秋月饼 定是感动不已呢 那是一定的 必你见过贵妃娘娘 起来吧 谢娘娘 本宫见你好像在寻什么人 我 是本宫多嘴了 那本宫就先回去了 娘娘 请问您 是否有见过太子殿下 你竟然不知啊 这宴会还没有结束前 那太子就和您书园 相携离去了 本宫以为 他们是一对毕童 他比诗了 我能忘了 我能忘了 你留着 除了 我能忘了 我只不得 来 来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干吗 我借你最近闷闷不乐的 想带你来这里 散散心 婢女没有闷闷不乐的 请太子殿下自重 怎么了 你怕了 我怕什么 不怕也跟我走啊 小心 好美啊 这是什么 这是我出生时 黄额娘送的 可惜黄额娘早逝 我现在留下的东西 就这么及格了 皇后娘娘的遗物 婢女怎么能收 你愿意让我在下人面前出丑吗 这荒郊野岭的 哪儿来的下人啊 年夏主 年夏主 你怎么能收 我不能收 我送出去的东西 从来不会收回 我 我扔了 年夏主 那可是皇后娘娘的遗物 你怎敢悔之 我悔之 是她没有 喂 你气呼呼的样子 真好看 你自私 你 年书员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 太子殿下 你不可以喜欢婢女 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你 我有喜欢的人了 你喜欢谁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那就是没有 真的 反正我不信 你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呐 我喜欢你 是要娶你的 她敢吗 婢女告退 有主让她跟我一决胜负啊 输了我退出 反正我是不会输的 您输缘 您输缘 姐 你吓死我了 姐 你猜这是什么 什么 这什么呀 宫廷御膳的月饼 在哪弄的 我在御膳房偷的 你小心被逮住了 又要罚你 这是给你的 你吃吧 我吃过了 这是专门给你留的 姐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开心啊 是不是又会想家了 是不是又会想家了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过中秋 以前都有爹和娘陪着我 可这次有我呀 有我在 你也不孤单 真羡慕你 你永远都那么开心 其实我是有你在我才开心 其实我是有你在我才开心 你又在那儿流嘴滑舌 你后悔来这里吗 这里没有家人 有的 只是无穷无尽的差事 其实 其实 我不后悔来宫里 因为只有我进了宫 我家人才不会受欺负 我娘和我弟弟 才能吃饱饭 所以我不后悔 我们是一样的 不说了 不说了 长氏姑姑还让我去烧水呢 我就先走了 好 还挺好吃的 姐 其实我想告诉你 今天的月亮特别圆 你 婢女见过灰妃娘娘 布置娘娘驾到 还请娘娘恕罪 免礼起来吧 谢娘娘 本宫夜游玉花园 没想到见到的是 你为何 独自一个人在这伤心落泪呀 贺兰只是一时情绪所致 在娘娘面前失忆 还请娘娘恕罪 是 你初入皇宫 本宫就发现 你新属太子 你现在 定是为他伤心哭泣吧 我真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 还能为自己的心爱人 还能为自己的心爱人 伤心哭泣 可是光流泪 就能挽回心爱的人吗 有的时候 为了爱情 那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可是娘娘 贺兰 贺兰不会 本宫 今天多番遇见你 证明咱们是有缘的 你放心 只要有本宫在 定能帮助你 达成你的心之所愿 但是 你要配合本宫啊 一切全凭娘娘吩咐 一切全凭娘娘吩咐 八喜 姚军 你怎么放了这么多孔明灯 好漂亮啊 你为什么会放这么多孔明灯啊 今天是我额娘的忌日 每年今天 我都会放九百九十九盏孔明灯 为她祈福 你额娘如果看到了 一定会很开心的 要试试吗 要试试吗 传说呀 这天灯上写上自己的心愿 便能心想事成 我可以吗 来呀 来 你写什么呢 我能看看吗 不给你看 如果你看了 我就不写了 好 我不看 你快写吧 你快点 好了 好 一二三 要君所愿 爹爹早日康复 我和八喜能永远在一起 你快点 您输员人呢 您小主说 要给殿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快 快点 快快快 快 姚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 开心啊 开心就好 什么人 你快到一旁去 小心 什么人 撤 二哥 你醒醒啊 二哥 八哥 太子他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有刺客 他们往那边跑了 快追 是 追 快 二哥 二哥 醒醒 二哥 你是八哥 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 快帮忙把他扶起来 好 先把他送到我府上 好 走 慢点儿啊 走啊 走啊 八哥 你为什么骗我 我没骗你 现在不说这个了 把他赴回宫里好吗 你要不说清楚 我们这样见面 会落人口舌 就是怕你多想 所以没告诉你 姚军不明白 我 我就是想让你 成为我的知心朋友 可以吗 你这怎么还吐了呀 走走走 走走 八哥 你先回府上换身衣服吧 好好好 马上到了 贺兰小柱 马公公 计划失败了 还请小主先行回宫吧 为什么失败了 关于此事 小主还是不知道为好 不过请小主放心 娘娘定会再另找时机 去帮助小主 还请马公公 替贺兰多谢贵妃娘娘 不过关于今晚的事 还请小主 莫跟旁人提起 如今小主 跟娘娘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如果娘娘有什么闪失 那贺兰小主 宁可 公公所言之意 贺兰明白 贺兰谨遵公公教诲 小主如此明事理 奴才放心了 这里若无他事 那奴才告退了 有事 在你身上 你能不能帮我 你不得 还能帮我 在你身上 我身上 我身上 在你身上 我身上 不是你教我去凉亭一叙吗 我 我见你一直未到 然后还有你家那什么 秘制佳酿 我喝了几杯就醉了 醒来就在寝宫中了 念书院 你说 你是不是在耍我 婢女从未邀约过太子殿下 杜鹃可以作证 再说了 婢女家中也没有什么 秘制佳酿啊 这就奇怪了 是何人 如此无聊骗本太子 又是谁用你的名义骗本太子 其目的 又是为何呢 要想知道什么目的 我们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若是阴谋 证据早已被毁灭了吧 一定有什么陋下的线索 太子殿下 这可是 昨夜你饮酒的酒杯 太子 太子 你的酒杯被人下了药 被下了药 嗯 是 二弟 参见太子 参见荣县公主 你们方才在做什么 公主监多识广 可识得这杯中之物 此物 此物你从何处得来 昨晚有个小太监 带我来此处饮酒 这酒杯 这是成酒之物 皇姐 可有什么不妥吗 你竟服过此物 怎么了 情事分